第二个问题是丢魂腊破症是怎么回事 中了该怎么办 最近我接了几个你们西西的名称叫自闭症的孩子 几个都很明显 一个就是在加拿大温哥华 有一个通过Facebook见到我们的 然后他知道我们这个机构可以办这个事 他的孩子得自闭症 然后在温哥华也是治了很多年 然后这个没治好 后来这个见到我以后 我跟他说你的这个孩子不是自闭症 是丢魂腊破症 因为这个孩子呢 小时候摔过 摔过了以后头被磕了 磕了以后魂魄就出体了 魂魄出体以后呢 所以说我们中国叫做月子 特别重视这个做月子 做月子里呢 孕妇不可以出门 孩子也不可以出门 孩子要叫过百天 什么叫过百天 一般的是要过一百天 就是三个月内 不要带孩子到处跑 为什么呢 小孩子他在这个刚刚降生的时候 灵魂魄破神这四个东西都不全都还不稳定 都全了 但是不稳定 就是你带着去晚上出去吃东西干什么 结果是有他们的眼睛都还 松果体都是还可以看到东西 他一经一下以后魂魄出体 你把个人的肉体 孩子肉体带回家 那魂没回来 魄没回来 魄没回来 这个孩子就成痴呆儿了 魄没回来 这个孩子做什么事都害怕 有的甚至严重的影响到自己的体内的发育不良 魄各有它的作用 我有一堂课专门讲三魂七魄的 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听一听 那么都有作用 三魂是怎么七魄 所以这都是传承 这来自道藏 不是我讲 是我师父讲给我了以后 那么从道藏又找到了依据的 这都是传承 就不是 为什么释迦牟尼说他一辈子没讲经 因为他不是自己讲 他都是传承 古佛是这么讲的 他也这么讲 老子也是这样的一个传承 孔子叫庶儿不作 就是他对所有的东西只描述不创作 没说这个是我编的 你编的就是虎编乱走 对不对 就瞎编 这个树就是描述 这个花是红的 我就告诉你 它是红的 芯是黄的 有几个半 它真在我面前 我就描述它给你听 那就是事实 所以大家要知道 所有的圣人没有创作 所有的圣人都是树而不作 就是描述 传承 自己还要去实验 实证 就是师父这样传承给你 你去实验 是否真的是这回事 真的这回事再跟人家讲 否则叫鹦鹉学舌 那你就必须说 这个是我师父讲的 我师父叫什么名字 是他讲的 不是我讲的 你实证了 证明了以后 你可以说 这是我描述 为什么 我实证了 真是这回事 这个叫执行式道场 不妄语 什么叫妄语 你听别人说了 你没说是那个人说 你就说是你自己说 这就叫妄语 胡来说话 对吧 所以我们看经典都是紫月 紫月是什么 孔子说 然后佛说 佛月 对吧 那就是释迦牟尼说 如是我闻 这个你看 这是欧难在描述 释迦牟尼的时候 叫如是我闻 大家都知道 这是他从释迦牟尼佛那听到的 不是欧难说的 所以是 那么这些大家要重视 今天不是这样 今天是乱七八糟 火片烂灶 自己创作 我以为 说我都叫他们精神病者 精神病患者 应该去那个精神病院住一段时间再出来 火变烂灶 胡思乱想 然后这个丢魂拉魄症 它的典型特点有两种 一种是造狂症 一种是疑郁症 这两种症状基本上都是丢魂拉魄 造狂的这种属性 基本上是三魂不全 还有一种痴呆 痴呆儿 那么也是这种情况 除非他先天不足 有先天不足的 一出生或者在胎里就不行的 有一种叫什么症 小儿得的一种什么症 那就是在胎儿的时候 他就是不全 那是因果的东西 但是出体他是好的 结果后来出的问题 都是丢魂拉魄症 那么都应该去招魂招魄 这个在中国农村呢 现在没有了 我们小时候还有 那个时候小孩子受惊了 这个回家以后发高烧 发了高烧以后呢 这个奶奶不去看医生 拿这个破脸盆 然后在大街上敲 然后一直手上面拿个棍子 棍子上挂了一个白布条 然后小三子回家了 小三子回家了 蹦蹦蹦蹦 半斤儿跷 在他受惊的地方 半斤儿跷 回家以后把那个白布 往孩子脸上一盖 立马烧退了 你吃什么药 看什么医生都好不了 为什么 受惊 然后惊吓 然后昏迫出体了 后来在新加坡也是刚来的时候也遇到这么一个病例 母亲特别感恩 第一天见了我就给孩子喝了一杯水 把他浑泼用那个水收回来以后 叫他孩子喝了 那都是矿泉水 没有不讲用药的 也是被磕了头的 摔了后脑绳的 我让他母亲磨 我说是我用功夫一看 我说你这孩子在几岁的时候摔了 他说没印象 我说不要紧来磨他的头 这个一面是平的 一面有个凹槽 一磨真的是这样的 然后最后我说很简单 喝个水 先把他这个魂魄找回来 然后回头我给你一种药酒 用这个服 服了以后进到大脑里面 使这个脑神经恢复正常 使头骨能够长起来 这是祖师爷传的药方 都好用 所以大家一直要重视一个传承体系 是很不容易 就是他是不是师父说 这个人看书学的 那不行 一定是师父带徒弟 师父带徒弟这样口口传的 这个他就有很多的招 然后去把这个丢混蜡泡给招回来 然后招回来以后 这个新加坡的那个母亲第二天就发来捡情 他说我的孩子终于回来了 这个孩子又跟之前一样的活泼了 他是在一年之前参加一个同事的丧礼 这个那个同事就看上他孩子 非要带着他孩子也下去 勾他的魂 媚他孩子的魂 整天弄到孩子丢混蜡泡了 不正常的 就是整天就是发愣发呆 这些状况 要么就是活言烂语 有一种丢混蜡泡 就是活言烂语 所以是这个 你们马来西亚今天有个母亲 也带孩子来 也是这个问题 这个一岁半的时候 从床上摔下来 他母亲都忘了这个事 是我跟他说 我说一岁半孩子摔 他想对 那个时候摔得蛮厉害 从床上掉下 掉下来以后 一看头也没破 然后就没去管他 但是实际这种轻微脑震荡以后 造成我们的大脑 里面是脑僵 脑震荡以后是系统稳烂 他就发生语言障碍 最后发育 这几年下来孩子已经几岁了 四岁还是几岁 忘了今天 他这个头骨也是一半长好了 一半没有长好 这个左边没长好 左边没长好影响语言功能 影响这个树立功能 逻辑思维功能 所以就产生了不太一样 也是医生也是说自闭着 注意西医只能干4%的病 我再次强调大家要重视 所以以前有了病先找什么人看 都是先找师父看 师父再出招 你看中医 你去怎么样 你去那个 你再去这样去安排 但是现在也不要找师父看了 叫非法行医 那个罪也是蛮重的 因为你要一生执照才能行医 但是我们不动刀 不动枪 不太要紧 功夫是还是允许看病的 但是这个就要注意这些 我们叫这个丢婚拉破症是很好吃的 你们要注意遇到一些造况症 抑郁症 孩子不太正常了 就赶紧 想办法让他们来看像老师这样的师父 不要去跳筒那个地方 新加坡这位女士带着孩子 她就是去了找那个跳筒的 为什么后期她一阵好一阵坏 那么最后我处理的时候是那个附体 因为她去那些跳筒 那些庙里面去的话 基本上都是附体 附体要找马仔 什么叫马仔 就是驮着他到处走的 就是要把这个孩子做马仔 就是做载体 所以他们老是弄着那个孩子灵魂出体 然后他要上身 上那个孩子的身 谁招惹的 你老是带他去跑那些地方干什么 说不可以 我一个学生 他的孩子在台湾上学路上撞鬼了 那个孩子自己知道 然后走着石头路口 觉得有一个东西从自己的这个正面穿过去了 穿过去了 马上就恶心就吐 然后头就晕 实际没穿过去了 是创了个活进去了 进去了 他这个不行了 走不动路了 给妈妈打电话 妈妈去把他载回家 这一说怎么回事 妈妈知道是不好了 他稍微知道点 然后就赶紧他楼下有个神庙 就去找那个神庙的师父帮忙 神庙师父折腾了半天 好了 没事的 回家了 回家过了几天 不行了 这个女儿说 那个时候她才16岁吧 一个小女孩 她就说 这不行了 说现在每天晚上找我来说话 五个 原来是一个 现在是五个 她这一看吓坏了 这女儿也不会说话 这怎么办 我那个是在新加坡 打来电话 说是吧 赶紧帮忙 我说怎么回事 她一瞄说 我说你第一次为什么不找我 她就想着你在新加坡 我们在台 在高雄 这怎么帮啊 这没办法所以带着去神庙了 我说好嘛 你那个神庙找了五个鬼 一个打不过人家 就找第二个 第二个打不过 又找了三个 三个四个 五个把那个打跑了 五个打跑了 人家帮了你了 你回到家里 人家到你家里做做课 有什么不可呀 你告诉我 我帮你 我到你家看看你 这就黑社会老大一样的 你这个我帮你讨债 帮你干事的 我现在到你家 喝杯茶 住一住 有什么不可以呀 黑社会 他不像警察 警察是不可以去你家住的 正法是不可以 证神是不可以 邪神 他不敢这个 他就是要到你家去沾光 最后我说 那你面前摆碗水 然后我借着水来调 然后借着水 然后把那个五个给清走了 然后这个事就解决了 我们讲的都是真实案例 没有在这编故事 不是聊斋 都有真人知识 你们可以去访问 所以是 那这个就告诉什么 就是大家不要去乱找这些神庙 尤其在你们南洋地区 这个我在你们吉隆坡有这种案例 不是特别 特别多的就是槟城 槟城十个庙 九个都是邪灵主张的 结果是槟城 很多人受害 大家特别虔诚 到处拜拜 什么庙有事都去拜拜 因为很虔诚 结果拜着拜着就出了问题 很多人都是这个样 那么这个希望大家呢 就是要拜佛 在心中拜 佛在哪里 佛在乳心头 就是在你的心中心 在你的黄庭 那是你的真主 那是你的自信佛 是不要向外拜 找一个师父 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向内寻求 叫内政法 内求法 不是向外求 你看这个 咱们这个伊斯兰教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传承 咱们在这个马来西亚 讲伊斯兰教的传承 伊斯兰教 大家都知道 创始人叫穆罕默德 但是今天你们谁能找一个 穆罕默德的画像出来 没有吧 所有的这个清真寺里面 没有穆罕默德的画像 为什么 不让你外求 因为他让你找的是真主 真主在哪 真主 他们说在这个地方 真主安拉 什么意思 翻译成中文也挺以为意思 真主找到了 你就安拉 对不对 你就安拉 你不然你就不安呐 你的真主回到体内 回到自己的殿堂 你就安拉 人家叫真主安拉 这边也挺有意思的 对吧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 他不搞个人迷信 不搞个人崇拜 连一个木圣 他都不允许大家留他的画像 你去他的这个神殿 我们在新加坡有十大宗教联谊会 我曾经前几年参加他 因为我很喜欢搞宗教研究 我去他参加他们的活动 最后呢 有一年我们就去参拜这个伊斯兰教的教堂 因为我们都是联谊会的人 所以他们就什么都开放 最后到了一个地方他不开放 一个黑帘子遮着的 这中心的那个庙中央的那个地方 我说你什么都给我们看 这可以看吗 他说可以 因为一致我不懂里面是什么 到底是不是摩哈摩德的像 还是真主的像 像我们都是最好的东西 藏在最秘密的地方 结果是打开空的 什么都没有 我说你们拜的真主 原来什么都没有 他说你们不说的那个老子也是无吗 佛法不是讲到最后也讲空吗 他说那个就是 就是空中妙有妙有真空 他就是没有 所以大家不要向外啊 一个人啊 一个什么佛 一个什么菩萨 是这些诸佛菩萨都是我们的导师 都教给我们向内寻求你的真主 寻求你的佛 所以金刚经常说 以相求我 以音声求我 世人行邪道 若见诸相非相 世间如来 你的如来不是别人的如来 你相信内求 所以有事不要乱往外求 相信内求 尤其跟老师实修实证 那把自己的这个佛请出来 自信佛释放出来 因为你本身有这个佛种 那你这些事情都可以帮到人了 因为你大雄大利 大丈夫 调欲诗 这是佛的十号 对吧 十号几个号之一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真的把自己的自信佛挣出来了 莲花开腹 他出来了 这是你的报身成就 自信佛成就 又叫报身成就 报身成就了 你无所不知 无所不巧 无所不能 大雄大利 调欲丈夫 天人师 这些美号 世尊 世尊就是世上都尊你 天人师就是 你都是天界和人界的老师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 讲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号 你要把它修正出来就可以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没什么 来的 我们下降 这么少 再一次 快点 打开 自己 还的话 您